Thank you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郑老师那个19章一节 那个interior interior 一节 interior是里面的 一般来讲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字 我们讲我们有一个行业 叫做interior design 大陆有没有很多这样子的行业 interior design 这什么意思 interior design 室内设计 室内设计 高尚的行业 但中国人都很cheap 中国人一般来讲 不想请室内设计家 我自己我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室内装潢的时候 省了这个室内设计的钱 interior design 所以interior指的都是里面的 里面的 比如说一个瓶子的里面 这是interior right ok 那如果讲在地方上interior的话 通常interior的意思就是 沿着我们讲如果有山线 有海线 像加州就是这样 有山线有海线 我们有一条公路是沿着海边走 有一条公路可能是走山里面的路 那那个山里面的那个不靠海边的就叫interior ok 靠着海边的这一条就就就不是interior ok interior 房子的里面interior 房子的外面 那就是外面 ok 所以房子的里面就用interior interior ok interior 所以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经文里面 他用的时候 他说 他是走 Paul took the road 他走的路呢 Paul走的那条路 他没有走水路 他没有上船走水路 他took the road through the interior 所以走里面的那条路 ok 圣经翻成上边一带地方 我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那个地形 但基本上我们从英文字面上来看interior 指的就是比较靠山的那条路 他没有走水路 所以他是用不同的方式 也是到以佛所那个地方去 arrive at Ephesus ok 然后他在那里就遇到几个门徒 所以interior是这个意思 好 好 有没有问题 那这我再问一个 刚才我好像看见 有个refuse和refuse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好 一个拒绝 那个也是驳斥吧 还是拒绝 驳斥对 就是拒绝和驳斥的意思 分别是 refuse就是拒绝人家 你要我借一百块钱 不借 refuse 老师我可不可以 我现在受伤 我可不可以下个礼拜二再交作业 不行 不可以 refuse ok refuse 所以 refuse 不一样 就跟你讲那个雅各树里 那个deny ok 好 refuse refuse right deny 先看 前面刚刚还有一个这个interior 我想起来有一个exterior ok 有里面就有外面嘛 所以外部的叫exterior 这是两个对等相对的词 ok 相对的词 我们看一下 所以interior跟exterior 可以记住